聊斋志义 蒲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汪世秀 汪世秀是卢州人 他刚勇有力 可以把倒米的石就举起来 他和父亲都擅长踢球 汪世秀的父亲在四十多岁时 不幸在渡乾塘江时落水溺死 八九年以后 汪世秀到湖南办事 夜晚船停泊在洞庭湖边上 那时十五的月亮从东边升起 明镜的江水好像平铺的白涓 汪世秀正在眺望湖面的时候 忽然有五个人从湖水中跳出来 他们拿着一张大席子平铺在水面上 大约有半亩地大小 他们将韭菜摆在席上 酒气 餐具因碰撞而发出一些很温厚的声响 不像淘气和瓷气碰撞后发出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 三个人坐在席子上饮酒 两个人站在旁边试饮 坐着的三个人有一位穿着黄色衣装 另外两位穿着白衣 他们的头巾是黑色的 头巾高耸 下面连着肩背 这种打扮非常稀奇古怪 无奈 月色模糊 看不太清楚 市领的二人都身着褐色衣衫 其中一位像是儿童 另一位像是老翁 只听穿黄衣服的人说 今晚月色很美 足以供我们好好的喝上一场 一位穿白色衣服的人说 现在的月色 恰似南海海神广丽王在梨花岛设验时的模样 三个人互相劝酒 干杯之后争着为对方斟酒 但是说话的声音略有些小 最后一点也听不清楚了 船宫们见状都躲藏在船中 不敢动弹和呼吸 汪世秀细看那站着嗜酒的老翁 哭死他的父亲 可是听他说话 那声音又不像父亲 二更将近的时候 忽然听见一个人说 今夜月色皎洁 一踢球完了 随即 汪世秀看见那小童没入水中 从水中取出一个大圆球 有双手合抱那么大 似乎以水银注入球中 里外通明 坐着的三位都站了起来 穿黄衣服的人招呼嗜酒的老翁一同玩乐 老翁一脚将球踢出一丈多高 球在半空中闪闪发亮 照得人睁不开眼睛 忽然 球伴随着轰的一声从远处飞来 恰好落在汪世秀的船中 汪世秀只觉得脚尖发痒 飞起一脚用力踢去 发现那球轻轻的 软软的 踏着一脚用力太猛 好像把球踢破了 球飞起一丈多高 从球中露出一些光来 光随着球的下落 竟形成一道彩虹 十分美丽 最后 球吃的一声急速落入水中 如同落入水中的一颗彗星 水中发出像开锅一样的声音 席上的人一起恼怒地喊道 哪来的生人 败了我们的雅兴 那老翁却笑着说 不错不错 这一脚是我家家传的流星拐绝招 白衣人非常不满老翁开玩笑 大怒道 我们都在气头上 你这老奴为什么这么开心 赶快和小乌皮一起抓那个人过来 否则 你的大腿就要受棒锤子 汪氏秀见眼前情形 心想很难脱身 心中也就无所畏惧了 他手提大刀 站在船头准备迎战 转眼间 小彤和老人已经来到他面前 汪氏秀定睛一看 那老翁真是他的父亲 于是他大声疾呼 父亲 儿子在这儿 老翁闻声十分震惊 父子四目相对 极度伤心 小童见状 匆忙往回返 老翁说 儿呀 你快些藏好 否则我们都性命不保 他的话音未落 席上的三个人疏忽间已经登上了汪氏秀的船 三个人面容幽黑 眼睛大如石榴 他们抓住老翁要走 汪氏秀与他们奋力争夺 剧烈摇晃的船弄断了绳索 汪氏秀一刀砍去 一个黄衣人的臂膀应声断落 随后就逃走了 一个白衣人向汪氏秀攻击 汪氏秀一刀砍下他的脑袋 脑袋咕咚一声落入水中 然后就沉了下去 汪氏秀打算趁黑夜渡过湖区 忽然看见水面上伸出一张井一样伸的大嘴 大嘴四周的湖水向中间灌注 呼呼作响 突然 大嘴猛地喷出一股水柱 像巨流一样飞向天空 似乎接到星斗 于是湖面上所有的船都激烈地摇晃起来 船上的人都十分恐惧 汪氏秀的船上正好有两个百余金的大石骨 汪氏秀举起一个石骨 向湖中张着的大嘴投去 湖水中巨响雷动 随后 浪渐渐地平息了 汪氏秀又投入一个石骨 湖面的风波都平息了 汪氏秀怀疑父亲是鬼 老头说 我本来就没有死呀 那时共十九个人沉浆 都被妖怪吞噬了 我因为擅长踢球而得以信念 妖怪得罪了潜汤江水神 于是来洞庭湖赞壁 三个人都是鱼精 他们踢的是鱼镖啊 父子二人尽想重聚的喜悦 趁着夜色乘船离开了 天亮以后 他们看见船中一个约四五尺粗的鱼翅 他们这才明白 那是夜间砍断的黄衣鱼精的胳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